中国诗词大会和中华好诗词是这两年综艺节目中的正宗文科生 他们将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重新带回到大众眼中 这年头满嘴跑得不是难而是诗词了 爸爸哪都没去去书店买唐诗三百首了 中国好声音也不如好记性受欢迎了 过目不忘一目十行滚瓜烂熟 这个社会真的还需要这些属性吗 不吹不黑咱们一起谈谈诗词大会胜利闭幕的意义吧 好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一段这个应该蛮好玩的吧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秀秀作为我们的美丽主持人好不好 对中国诗词大会国际版的主持人 哎好那好吧 我下面就来宣布这个国际版的中国诗词大会正式开始 好 首先呢请我们的麦子选手擅长 一旦就是主人等我了 我太紧张了 你等一下 好我们请听第一题哈 好 下列选项哪一句与古代的快递员的生活有关 A三十功名陈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B一风朝九九成天 西扁潮州路八千 C一记红尘非子孝 就那么三个吗 对 ABC 那我只能说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这三段的一个外国人 那我觉得相对你们相对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劣势吧 但是我自己来说我的答案吧 我觉得应该是C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员他们总是在运很多很多的东西呢 然后呢 虽然有规定说违法的毒品呢 这些能够爆炸的那些东西不应该运着 但是呢他们总是不太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他们就是总是在运一些比较莫名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些物品了 所以呢我觉得C应该是最准确的吧 对吗 王老师 王老师 王老师嘉宾 古代的这个快递员可能主要是 这个快递荔枝啊之类的那种吃的东西 我觉得麦子对中国的文化还是很了解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南方人 应该比较懂立志才对 很厉害吗 很厉害吗 那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难度啊 我们除了这个像节目当中的一种 这个非常正规的一种这个考核 我们还有这个非正规的考核 我觉得我们就还是听一点正规的这些考核 比如说像这个一记红尘非等校 我们讲的美女家 如果在现任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个美女 怎么去赞美她呢 用西方的方式怎么去赞美 西方的方式啊 我觉得呢 直接不行是不是 你可以直接然后含蓄的两个方式吗 直接和含蓄我觉得 只要是被看出来了就应该够直接了 所以呢我想想 是不是有一个天使刚刚死在这边了 因为你有一双的翅膀 怎么长到你的背上了 西方的表 西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啊 东方的呢 尤其是跟中国的古典诗词有关的那种表述 东方可能就比如说你见到美女啊 你可以说这个婉约一点 韩戏一点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就是见到美女 比如说见到帅哥怎么表达呢 南方 那就更难了 比如说这个墨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墨就是小鹿的意思 就是在路上遇到一个 谢谢你是要教她报中国留吗 对 就是你初次见到美女的时候 然后如果是你暗恋一个人怎么表达呢 暗恋一个人 更不表达吗 像中国诗词可以表达 比如说山有 叫什么 那个月人歌那个 山有木兴木有枝 对 山有木兴木有枝 然后兴月君兴君不枝 就是山上它是有木 有树木的 然后树木又有枝叶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吧 但是呢 我心里面是喜欢你 就是这个君是指对方吗 然后我喜欢你 但是你却不知道 这是一种暗恋的表达 还是够复杂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秀秀 已经承担了 不只是一个美丽主持的一个身份 还有一个老师嘉宾的一个身份 这太忙了吧 对 但是学会了中国古典诗词 然后去这个表白 然后你暗恋一个人之后 不一定是很有效的 因为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非常喜欢诗经 然后他喜欢一个女子 喜欢一个女孩 他每天都发一首诗经里面的 很美的句子发给他 大概发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就对方把他给屏蔽了 不理他了 从此 因为这个是单向的一个事 他就更加的发愤地去研究诗经 但是假如他找到了一个 很喜欢这个的人 那没有这样表达出来 就错过了这个人 所以也可以说值得尝试 对吧 值得表达 对 我就说他在像一个他喜欢的女孩表白的时候 这个办法不一定有效 但是正因为他没有效 结果反而给了他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现在就是要换一个位置 我想考验一下你们了 给你们出个题 就是如果李白或者杜甫 能看我们现在 能看到的这种中国世纪大会这种节目 他们会怎么看 李白呢 他是一个酒仙嘛 就是有人说他如果不做诗的话 别人就会管他叫一个酒鬼 杜甫他就是诗流传到现在有1400多首 但是有300多首是描写酒的 李白1000多首有200多首是描写酒的 所以他们看起来也会忘记 我想如果他要是参加诗字大会的话 肯定是 要没酒是不行 废话令里面肯定有酒啊 这个李白肯定就是 开始啊 他们的 我估计他们几天几夜都不会结束 就围绕着酒啊来做事 这个不错了 所以不会像现在我们觉得是那么高端的一个事情 是吗 那就是民间 但是我觉得要是李白豆腐他们来参加这种节目的话 他们肯定拿不到冠军 OK 如果能拿到冠军的话 他们肯定写不出那么好的诗来 往往都是这样的 有创造力的人 他们在记忆方面是有他的特点的 他可能会记得一些比较梗概的大致的东西 他不会记得一些很 很机械的 很具体的 很精准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 当然这也不一定啊 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记忆特别好 据说王博的那个 王博的那个藤王阁 藤王阁那个 藤王阁序是吧 不是 我们后来觉得他是个神童嘛 他年龄很小 说要写一篇 写一篇文章 以藤王阁为主题来写 说他现场的一灰而救 然后现在就是名片 是古文官子里面必选的一篇名片 但是呢据说 他其实是在事先写好了 背下来了 他也知道 那一天的聚会会有这样一个题目 就是要写一篇《德王阁序》 所以他一灰而救 其实记下来了 记忆力好多时候也有他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还有他的作用 对 我觉得李白如果来 记忆力不好就要创造 我觉得李白如果来参加这个中国十四大会的话 那肯定还有一个感悟 就是这个雾霾太严重了 这个雾霾严重呢 肯定就是地表不干净吧 就屋檐太严重了 就比如说像这个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 《望天门山》 天门中段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中来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是描写楚江的这个气势磅漠的这个河流啊 这个青山的这个秀美 就是楚江呢 他其实就是古代的长江的一部分 因为长江中段 他是在楚国嘛 所以叫做楚江 像我和这个王老师都是在这个 武汉在湖北特殊的 在楚江呆过 对 在楚江里面游泳的 对 就能够感受到 他如果说 他那个时候写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描写 名号景色青山绿水的事 如果说现在他再去看的话 这个楚江现在是就是 一片灰 对 由于现在工艺的污染呢 还有这个比如说 政府畸形的一些什么 政绩的要求啊 影响啊 就现在污染的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相信他做一个失先 就是 即使喝了很多酒失敬大发 他现在也写不出这样的事来 所以就是另外一种事 对 另外一种 为什么我们的污染这么严重 对啊 我们的环境被破坏了这么严重 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这个私人 你可能因为这个忧国忧民而记者我 对 然后这一期 这个这一届的这个中国世事大会 捧红了 两个人应该说 一个是最后的那个圣者 就是吴亦叔 对 吴亦叔 对 她是一个复旦大学附中的一个女孩 年龄不大 身这个身子 个子很高 对 公敌很深厚 他身高一米八 我也发现了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董青 董青当然本来就过去就很红 一直都很红 对 但这一次的还是觉得 因为他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 还那么好 所以可以说他找到了他自己最优秀的一个 对 然后就把他身上的很多故事 你刚才不是说的故事吗 对 把他小时候他父亲多么严厉的给他 这么对他甚至于说 几乎有一点那种 残忍的那种方式来教育他培养他 对 我发现 我也发现那个故事很多了 包括很多的参赛者 他们背后的故事都是被挖掘出来的 我也有可能是 部分的选这个人是因为他有故事可以讲 对 不只是会讲师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诗大会火了 它有很多正面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 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些见识性的这个改动 见识性的一些想法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节目变得更加完美 就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中国世代大会 它的这个平凡标准啊 还有一个胜负的标准 就是他的最终答案可能更多的 还是考这个参赛者的这个激励 他这个赛制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比如说他每一场都有一个这个对决 就是胜负的对决 然后他这个就是最终的比赛和前面 他是没有连贯性的 就是分数的累积是没有的 这样呢其实是没有 有点是公平性 另外呢就是这个题目啊 题目的设置 就有的选手很强 但是呢给的题目很简单 有的选手很弱 但是题目又很难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题目 他应该设几个档次 比如说最简单的是一分 然后第二档次二分 第三档次三分 然后由选手来去选他 这样呢就更能够突出 这个选手的强弱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 说的很有道 对这是赛制的有点问题 我希望这个中国世事大会的主办方 能够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 然后查了你的意见 可以向我们学习是吧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董卿啊 他代表央视的这个形象 就是你们一看这个节目 还是非常的这个正统的 央视的娱乐节目 比如说像第一期出来 这个请了外国友人 请了小朋友残疾人的 包括后面又请了老人的 刚才你也讲了这种感人的故事 对于我们的这个激励 他就一看就是这个 非常正统的央视节目 但实际上呢 这个节目不仅仅是 比如说80后 70后 60后 50后去看 其实还有这个更多的90后 00后 是10后 那么这些人 他是从网络环境当中长大的 那么如何将这个虚拟环境 我们说这个拟态环境 与现实环境相结合 就是更多的这个代入感 就是这个节目当中 除了这个央视的这种风格之外 能不能更多一些这个趣味和娱乐性 然后让这个后面的这个新生代的代入感更强一点 他说了就是这个私事大会 刚刚出来的时候 正在播出的时候 就很多人刷屏 很多人 这个节目非常好 都在看 紧接着就有很多那种评论家 他们开始写文章 写文章批评这个私事大会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观点 意见就是说私事大会只是考一个选手的 他的记忆力 他的背诵的能力 他没有表现他的比较全面 比如说他的一些另外的一些 一些才华 然后这个记忆的能力 在今天 他不是那么重要 有些人还举例子说 比如说像爱因斯坦 有人问爱因斯坦说 光速 每秒钟多少公里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后爱因斯坦反问人家说 我为什么要知道 因为这个光速多少公里 每秒钟多少 船多 这个距离是多少 随便一本物理书上 你都能查到 那这种知识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 我没必要去记得 我要记住的是那些 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对 再告一层 就是说怎么处理这些事 所以有些人就批评 说这种节目 它可能会让一些人更加的偏好 或者注重这个寄送 背诵 记忆 然后这个说法 也有它的道理 而且它关键是指出了 它背后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 它是一个硬实教育 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说我要背很多东西 我要背很多标准答案 我能够回答问题 它是这样一种教育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的思考的能力 我们的分析能力 就比较弱化 所以有些人从这个角度来 批评这个很火的中国世事大会 也有它的一些道理 但我们也可以说 这种教育的方式 也有它的价值 因为你没有大量积累很多诚实 那你很难面对新出现的问题 它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看世事大会当中 这些嘉宾都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然后每个人都才华横溢 风陆翩翩 但是你发现在点评过程当中 更多的还是一种观输 就是它是对于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世事大会 这三个方面 赏中国诗词 然后寻中国文化基因 然后品生活之美 但是你最后的感觉 还是这些编维 或者是嘉宾 在赏 在品 在寻 但是它跟选手的互动 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每一个诗句出来之后 可能这个节目当中 我觉得需要提升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过度的 考选手的记忆力 这块太重了 可能这一块恰论是需要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 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但是它后面的对诗词的理解 对诗词的生存 这一块应该加进来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答一句诗的时候 那么嘉宾点了 他有他的这个想法 因为嘉宾他对诗词的理解 他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然后他生活的年代是不一样的 那么比如说这个五一书 或者是00后10后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背景 对不对 他有自己成长的文化背景 那么他对这种诗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其实它是在这个评价标准之上 或者是脱离了这个评价标准的这个理解 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是存在的价值的 所以这一块对于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职业人 对这个诗词的理解的不同 要在台上展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环节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是共同来品 共同来赏 共同来寻这个文化基因 所以这有可能是他们是真心的想要传播这个文化 真心的想要培养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些文化的特点 然后来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但是在这么一个节目里面很难做到 他们基本上就是分开比赛 这边是比赛 那边是评价 然后很难融合到一起 我觉得这个还是他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怎么样实现你刚说这个目标了 我觉得真的很难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过去在那个 比如说我们读书会里面 我们也做过一些联会 对 然后感觉这个80后90后的这一代 尤其是女生 她们背得的这个 能够记住的这个中国古典诗词很多 我们曾经就是 比如说出一个字 然后你要说一句跟那个字有关的 就那一句诗里面有了一个字的 这个诗词来比赛 看谁记得最多 最后三个都是女生 进到了最后 他们可以说很多很多出来 对 可见就是这一代的人 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家教 家里面要求他们来背这样一些 童子宫吗 童子宫 我不知道秀秀小时候有没有背光 背了一点 对 他刚才这个王老师填的那个会员读书会 我就想起来 就是刚才游试大会的这个考核标准 引出来的关于教育机械化的 就是静止化机械化和标准化的考核 对于我们这种贴压式的教育 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比如说我们的丧生了我们的创造力 等等这些 我觉得赫源读书会就搞得特别好 他会搞那种哲学习名大 然后比如看电影 或者是对问题的思考 他是要求每一个在场的人 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理解 做一个阐述 然后大家的思想可以互动互相交流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完成了对诗词的理解 对诗词的生存那一部分 它是在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记住一些东西 对 这个不是机械的去背诵 对 由过去的英式教育转化为这个生命教育 这么一个过程了 其实也的确有很多的人是吐槽 就是这种复制粘贴的这种教育的方式 让人家就是可以很完美的说出 就是前几代的人说出的这个话了 但是呢自己还没有自己的声音 所以呢我们当然要承认它有它的价值 但是呢同时我们现在复制和粘贴的这个功能 越来越多是要外包了 要给到我们的高科技的一些 对 文工智能 对 给到这个度量 对它先承担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有时间来把这些信息处理的更完善 我们也有时间思考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 那这种在这种未来的世界里面 应试教育和这种就是传承一样的这些内容 这种教育会不会消失 会不会是我们不应该去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像那个我们这个中国社会一样 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对于传统的文化 这种文化当中精髓不能让全部继承和发扬 也有人会讲就是说对古代的这个文化呀 就是知识如何去保留 其实要有不同的这个要分类 或者是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周永光他讲 就是说举个例子 二战期间那个时候通讯都是通过这个对一些这个电台的一些这个信息的解码嘛 解读 对 然后无线电的解读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日本的所有的信息 美国很轻松就把它解读掉了 那个时候主要是日本 德国和那个美国嘛 然后日本去解读这个美国的信息的时候 发现解读完之后不能理解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用的是一种非常很少一部分人用的印第安人语 对 他这个就是很少用的这一部分语言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古代的文化如果去保留 其实还是要有不同程度的思考 是吧 保留和每个人都配合是不一样的 对吧 各种冷门的东西让每个人都知道就不能买了 编码的角度 但其实这个记忆背诵一些东西蛮重要的 比方像是这个中国读经 中国古代的经典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一些经典背下来 就像我们给一个电脑 刚刚给他买回来之后 要给他装一些操作软件 其实有一些软件呢 就是包括整本整本的这个军书 整个的都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呢 他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呢 说起来比较神秘 美国有一个学者 他从小的时候就培养他的小孩和女儿 背诵了很多这种传统经典 他是背诵传统经典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在背诵一个文字符号 是在这个传统经典里面 他有一种能量 有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呢 通过你的背诵之后 这个能量能够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进到大脑里面 产生一种这种很良性的一种 比如说什么 一样你的智商什么都有所提高 对 比如说老雷马飞啊 这个 对对对 就是人说这个犹太人 在我们所有人种当中 犹太人最聪明的 但是犹太人呢 大部分家庭就是培养孩子 从三岁的时候就背那种古镜 对对对 就是很厚的那种 在背诵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 一种特殊的老颠簿 这种老颠簿呢 一个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会让你觉得很安详 愉悦 对 还有一个呢 它会开发你内在的一种潜在的一种能力 所以这个背诵的过程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像我们说 复制粘贴 不是这样的 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身体 尤其对我们神经系统 大脑系统的一个 一个塑造 一个塑造和开发 所以说 对 你讲这个 我就想到了 这个日本北海道 有一个叫什么市 然后有一个老人俱乐部 然后里面都是八旬以上的老人 他们的主要一个活动就是 淫湿 然后这个做事 他们的身心都 每天都很开心 基本上没有疾病 就说这个诗歌啊 就像你讲的 对人的神经啊 对这个肺活量啊 对这个内分泌的血液循环啊 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所以有的人 把诗歌叫做常寿药 我觉得还是有 对 我觉得这个点也很重要了 因为呢 我们前面说的主要是知识 主要是 人家可能会有 有一个实用的一个 对一个应用的一些东西了 但是呢 艺术作品是不一样的 我呢 我就是从小弹钢琴 现在你问我脑子里 有多少首曲子 是可以从头代尾 全部都写出来 不一定那么多 头代尾能弹出来很多 而且弹出来的东西是 远远不止是写下来的这些符号 对对对 还有里面的各种感情 对啊 很多的东西了 就是你要是不熟悉它的话 你也没办法看着把它弹出来 弹得那么漂亮 因为呢 你会错过很多的 没有写在那边的细节 所以这个就是要深入了解了 这个历史非常好 我觉得演词也是这样 非常历史非常好 就是德国有一个学者 叫斯万里词的 那一本书就是这个教养 那边说这个 对 我们大陆翻译过来 叫做这个一堂 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 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我们学到的很多很多的文化 其实都是会遗忘的 你不可能都记住的 但是那个文化背后的 它的那个游戏规则 对 它的那个操作的程序 这些东西 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被置入到我们的大脑 置入到我们身体 对 有句话讲 就是教育的精髓是什么呢 就是恰恰是多点以后 你还难以忘记的那一部分 对 就算你不记得 比如说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具体怎么说的 但是你可能会用 自己的一种方式来表述它 而表述的意思 差不多是洁净的 而且呢 你看见了一句 似曾相识的话的时候 你很容易联想起那样一句话来 我觉得这种能力 一种联想的能力 就是对一些文化的特征的 这一种识别的能力 可能比这个记忆的能力 更重要 但是呢 它是在记忆的基础上 才会拥有的 你总是记住了好多东西之后 你拥有了这个能力 然后你把你记住的东西忘掉了 但是那个能力也获得了 你拥有了 所以说 就像这种诗歌呀 对艺术啊等等 这种深厚的积淀 就是在记忆的基础上的积淀 都会使你的这个身心更加愉悦啊 有可能 比如说像麦子学的钢琴 就越来越帅 像王老师啊 我就接受这个 王老师这个 偏偏写这个情书 给陌生人写的情书 打算要写100篇 你看这个 写情书的过程当中 女朋友就越来越多 这可以了 写情书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个王老师就越来越年轻 状态越来越好 是吧 还是都有帮助了 而且也是有那个点 就是说 我们不是以后 我们如果是 没有那么多的机械化的 的一些就是 呃 内存方式的这么一个 用我们的脑子了 其实呢 我们的创意力不可以下降 对吧 然后很多的创意是从哪来的 就是从很多的 不同的角度看一个问题 不同的一些方式 看我们这个世界了 如果你没有 经过那么多的不同的角度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好的 他说在这个创意的时候 是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创造力 就是跟他的这个 遗忘的能力有关系 啊 不是吗 选择性忘记 选择忘记 比如说有一个下 你就不确定这个不可行 比如说日本有一个下围棋的 那个高手叫武功正数的 这休闲人士 因为跟休闲跳个舞 他前段时间来这个 他是日本这个 围棋的宇宙流的这个 和周固马小春搞了一次民间的友谊赛 我当时还是主持人 他的宇宙流的围棋 吓得非常的奔放 气势磅礴 这个人 武功来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差 嗯 比如说他看电影啊 看电影 看到中间的时候 他就忘了开头 这是怎么回事 看完了之后他就出来 今天我们看了个电影名字叫啥呀 他就留下了生成 就是生成的那一部分可能留下了 然后全部都信了 这个电影有很多东西他忘掉了 然后他围棋 下围棋的高手 通常都是记忆力非常好 曾经下过的棋都是知道的 多少年下的棋都还能复盘 把它买出来 对 不过他里面有规则 我过去也棋 前面这个例子我就从中角到的安慰了 因为我总是忘了人家 明知忘了很多东西 我也是 但第二个我就觉得很怕了 我就比不上这个 就是什么过前几年 武功了就把这样一个遗忘能力 变成了他的一个场主 为什么啊 他有的时候吓出来一首 他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高兴 说今天这首是太漂亮了 马特友人说 你上一次 什么时候 跟谁是谁比赛的时候 你也吓了这一次 他说啊 这次我吓过吗 他说我觉得我是 就是现场想出来的一点